恆大事件都是大家看着都未解决 因为大家都怕我都贫乱过违约边缘 其实今天有两件恆大债就会是 今天是负息日 恆大昨天就发了公告 就说会按时支付一只境内债的利息 率先就向市场派定心丸 所以看到你说外围恆大ADR都急升了 虽然成交就不太多 可能参考作用未必很大 不过似乎大家担忧暂时有点舒缓 不过都要留意 其实今天我说了有两个债 还有一个就是 它都还需要为一个五年期的美元债 是要支付大约是6亿5千万港元的利息 根据那个契约就说 如果过期三十日之后就会被视为违约 今天就暂时第一个Deadline 就说会支付其中一只可以预期的利息 当然之后其实还有很多债 大家也不知道是否可以 那会不会借机说 好像有个小小好的消息 有个恒大意志内防股 有没有机会有个反弹呢 真的反弹 我觉得当你之前的时间 有这么多负面消息的时候 你现在稍微有点正面的消息 你说血弹就很合理的 不过你说真的弹了多少呢 那些真的不是很大 因为说真的 它的价格已经跌了颇厉害了 所以你说它这些 可能你说弹两三成 甚至是更加高的水平 其实都真的跟科技之前这些股价比的话 还差很远 虽然你说这次 你说今天来说 可能说已经是预期 可以支付了一些利息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打落就要大把的 就是之后的时间 它有很多的债务 它要还也好 甚至乎它有机会再不知道 甚至乎你想一下利息 去那些又要再还 所以你可以说 其实可能打落的时间 大家可能住一个什么状况呢 又会怕它 怕它还不了息 可能还不了息的时候 又好像开心了 就是它的估计会受到这些消息 很影响着 但是问题是整件事本 所以你说现在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大家都仍在观察着 所以纯粹是以恒大去看的 没有的 你可能就受到这些消息 估计没有上去大陆的情况 但是始终你也可以说 整件事本身仍然充满着 比较多一些的变数 而且其他的内房股 其实你见到的了 我们说假期之前的时间 都大胆地上来的 但是到底这些消息股份 是不是现在开始可以抠呢 我觉得 希望见到大家 等这件事可能真的明朗化了之后 才再部署了 因为始终这些板块 其实它们现在的形势会怎么样呢 会大升大跌 就是你说你买一中的 它升那一刻 你可能会很开心的 但是它跌下去那一刻 都可能不是人敢品的 所以变成这些板块 大家都是 如果本身想买入市也好 我建议大家 可能入市也好 少住 甚至乎 如果大家真的不是很赶 赶着买的话 先看看 您看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